我觉得这个木屋,请各位还是自己再看一下 因为这个排序,我想这些比较一般基本的方法 所以我们直接往下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大概是自动转存工作簿 我先试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将工作表,指的是所有的工作表 自动存成一个一个的档案 如果说我今天里面,假设这个工作簿里面 总共会有大概12个工作表 我希望一个一个把它存出去 以前可能要一个按右键,然后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这边有个新活跃簿 然后再把它先复制出一个 这边复制一个建立一个副本 这个动作的话基本上 在VBA里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语法 叫Active Sale 目前的工作表,点Copy就好了 OK 点Copy的话,意思就是我复制 点Copy它其实基本上有分的 如果你点Copy后面空一格 后面你如果加After哪一个工作表的话 它会复制到后面去 或者After的话,复制到前面去 但是如果你没有加任何的参数的话 它就视为说,你另外产生一个新的工作簿 OK 那我们再怎么样呢? 第二个就是另存新档 所以在VBA里面有Safe as 另存新档 一个方法叫Safe Safe as你要告诉它说,你要存在哪边? 比如说我今天在桌面上,我预先先建了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的名称,按右键,编辑位置 它的位置在这里 C帽号斜线 User的SCO 它不一定每一台电脑都是这个路径 不过我们现在先用一个 可能是自己要建这个地方路径,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要把什么呢? 把这个新的活跃部怎么样? 假设我新开一个,它会叫活跃部14或者其他名称 那我们第二个可能要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你要浏览在哪里呢?在桌面上 我把它放桌面上 VBA 然后你可能要给它一个名称 那个名称叫什么? 就是它现在这个工作部的名称 那现在叫什么?叫升班还是什么? 假设我随便打一个,假设是升班 那你当然光这个动作你就要做 那如果有12个班级或者甚至你的工作表一堆的话 你恐怕你要做很多事 而且你要把这个升班就要把它关掉 OK,Close 所以基本上我如果希望一键按下去 自动帮我全部做完的话 那你可能第一个你要先 中间有三行程式 一个是Copy 先把它产生一个新的活跃部 2,Savex到哪里 给它一个档名 第三个的话就是把它关掉 然后如果你跑个回圈 告诉大家说 我要从第一个到最后每一个都做一样的事情的话 它不就全部都帮你存完了吗? 所以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做完的结果 按下之后 有没有 它现在就在做刚刚的事情 有没有 一直另存 那你可以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可以看到 所有的 有没有 工作表全部都过来了 OK 那我们分别来看 所以基本上 这个可以分成 拆成四个步骤吧 第一个 怎么样做 那个工作表的复制 那工作表的复制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 基本上的话 这个程式并不复杂 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怎么样 第一个我要先知道 我要Copy的那一个名称叫什么 所以我这边的话 我让外面这个范围指的是我要把所有的工作表 全部一个一个另存 但是我并不知道说里面的名称 就是工作表的名称叫什么 因为它需要先复制之前需要给一个名称 那名称怎么来呢 你可以比如说这个一个 for i 等于一到序点抗 意思说一到最后面一个工作表的编号 然后我要先抓第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升班怎么抓过来呢 你可以用什么 序齿 i.name 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他会把升班里面的名称放到x 你可以用x这个序齿 指的工作表的物件 里面的升班 点Copy 特别是要点Copy 如果后面没有加什么 没有加After 或Before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另外会开一个新的工作部 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你可以在底下按Ctrl-G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 如果你有 这边你可以直接打一个讯子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什么呢 把第一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表 比如说升班 升班我如果后面点Copy 比如说我Copy 那Copy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样 如果我直接按Copy 按Enter的话 其实你即时运算 就是可以直接执行单行程式 如果 你会发现 他就会怎么样 另外开一个新的活页簿 到新的单 我把它取消掉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假设后面多个讯息 跟他讲说After 比如说后面加一个After After After什么呢 冒号等于什么呢 哪一个 在 比如说原来的升班后面 再帮我怎么样 Copy一个的话 如果后面有这样的叙述 After 或Before的话 他就会复制到 同一个活页簿的前面或后面 比如说我要复制到什么呢 升班后面的话 或者第一个也可以 一个一好了 数字跟名称都可以 那如果你按Enter 他会怎么样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执行的话 你可以看到现在是没有多一个 如果你把它Enter过之后 他会帮你在什么 在这个的后面 增加一个 那如果你要在前面增加的话 你可以把这边改成叫 那个什么呢 叫Before Ok Before的话复制到前面 但是如果今天没有这个叙述的话 基本上 他就是另外开一个新的活页簿 这是Copy指令的最大的差别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我们先怎么样 先取得那个名称 再来怎么样呢 用Active 目前的活页簿 我们又往前 又推进到那个工作部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SafeCopyS 其实或者是你用SafeS好像也可以 不过你可以比较一下 因为SafeCopyS是另外在存一个保留旧的 OK 那SafeS 是直接存过去了 没有保留旧的 这两者差别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那最后的话呢 把它存过去 所以我基本上的话 我们可以把那个什么 第一个升班把它存过去之后的话 那Close 不过Close后面呢 有一个True或False 这可能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加False的话 那它就怎么样 它预设好像会跳出那个警告 问你要不要存档 Close嘛 你把它关掉 它会问你要不要存档 如果True的话是要存档 我记得好像如果你是用SafeS的话 那好像直接这个就不用False 两个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执行之后的话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的结果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有把程式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记得是那个第九个单元 给它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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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